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打造的人设 粉圈瞬间给打破 笑梗非常精彩 王一博多年经营的人设 没想到如今被自己给整破房了 那就是裤盖变应该了 谁都没想到 这个词居然会在王一博身上出现 如今的王一博 好多人说眼神变了 我们看着是柔和了 小黑子们说没光了 瞧把你能耐的 口吐莲花这词 也只能用在粉圈 王一博出道时 因为高冷的气质 眼神中的那份犀利 有种给人裤中仙气的距离感 再加上蓝忘机这个角色的出圈 配合王一博的裤 裤盖成为了王一博的人设标签 在大部分都熟悉这个词的时候 没成想 在这一年中 王一博逐渐给你打破 他开始不分场合的笑 孩子带奶里奶气的甜 让人招架不住 瞬间感觉他根本没有那么冷 反而平易近人 近日王一博多次出席活动 不争气的他 面对镜头总会有意无意之间的笑 配合他脸上的奶镖 天生的白皮脸 剪短头发后 整个人稚嫩不少 网友都感叹 这是吃了什么 还是干了什么 为何如今看王一博 反而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感觉他又变嫩了呢 不说别的 以前他爱豆的时候 过点成熟化 他的少年感总会在妆容中 显得老成了许多 如今却有种反扑归真 越素越年幼 是的 没有错 如今的王一博 有种婴幼儿的即视感 这个认知很快在王一博的粉圈席卷 瞬间激发了不少人的关注 王一博无疑是当下娱乐圈中 作用妈妈粉占比率很高的存在 有言有实力 对他的宠溺从不来虚的 比如小肥妖 哎呀 不好意思 开始吹捧了 好了 不多废话了 看一下王一博的粉们 这群人不愧是摩托大军 都是人才聚集地 这段时间他们开始浪的飞起 都在奔赴澳门 为王一博摇旗呐喊 不过线上的他们 相当会整活 看到王一博不争气地笑 把自己的裤给整丢了后 果断给他送上新的称号 那就是英俊 非常符合当下的王一博 美好的形容词很适合他 婴儿配幼儿 各种词语统统换一下 瞬间有种回到幼儿园的感觉 这群浪到飞起的粉丝 难怪王一博不爱搭理他们 真的无语中带着好笑 没英气勃发 什么金英奖 什么诱获力 什么武林盟主 还有一段不俗的文案来安利 变嫩变幼的王一博 来欣赏下他们的神作 保质期很长 长相很英俊 很有诱获力的猫头鹰 穿着精英西装 英姿勃发地成为了 本届金英奖的男主角 婴儿这词配上王一博 果然是笑耿频出 欢乐无穷 小肥腰杆败下风 只想说 我以为在吹捧的路上 自己有种天花板的存在 可是在粉圈里 可谓是小屋见大屋 是我低估了粉圈的厉害 就是想说一句 如果这让王一博知道 他会一头雾水 往后出席活动 一定要憋着 不能随便笑 一不小心就会被粉丝们 给当笑梗了呢 我是小肥腰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这些天快被婴儿和幼儿的 王一博给整开心了 我家大伯伯这么招人喜欢 能不开心吗 粉圈自娱自乐想来 和王一博没关系 可是他们从来不会让他错过 任何的热搜 转型电影圈的王一博 很接地气 也逐渐回归自我 随性而自由 提醒一句 各位狂欢的同时 也要适合而止 年底的活动好多 志足盛典 星光大赏 王一博都会出席 还有封面 新歌 跨年 所有这段时间 王一博不会禁组拍戏 人鱼应该是下个月的安排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